上次故事咱们讲到我这刘维啊 由于花了五十万块钱 就让那个水车姐给自己洗了个脸 他当时挺生气 把水车姐给打了 那你看呢 当时新东泰看场子的一把大杀 这悟空啊 当时就给那个刘维 哐哐一泡的 并且告诉刘维不拿钱 你别想走 随后这时候刘维啊 把电话就打给自己的哥哥 刘汉了 刘汉这边一起挨骁勇 哥 你赶紧给我想想这儿吧 我在这个新东泰啊 和香浩我俩被打了 咋回事啊 我在这块请那个水车姐 过来给我表演那个扇贝开啤酒 没想到这个娘们什么 直接给我洗了一把脸 对不对 这我也不愿意啊 这边流汗一会儿 等会儿 你去看那个扇贝开啤酒 包括像新东泰去玩 怎么还有洗脸的事 哥你别问了啊 我也不好跟你解释 回去再跟你说吧 你赶紧给我想想招 给我送点钱来 要多少钱 哥要五万 啪啪 又给刘维一个巴掌 不是你干啥呀 五百万 刘维在这边听得清清楚楚 不是你干啥了 要五百万呢 那眼睛就要五百万呢 刘维说行了 你挂了吧 你挂了吧 我给他老板打个电话 我认识他们老板 那行 那行 刘维这边挂断电话 跟这个悟空说 说你等会儿 我哥是刘维 汉龙集团的 认识你们老板白毛鸡 这悟空一听说 认识自己的老板呢 也就没再打刘维 这边刘维呢 也确实是在太子酒店 通过太子婚的 跟白毛鸡有过一面之缘 但是只是一个认识 并没有什么交情 刘维随手拿起手机 把电话就打给白毛鸡了 这个白毛鸡叫卢欣 这边这卢欣就接了 但是卢欣此时还没有在洗冬泰 卢欣这边一起 你好 你好卢老板 我是汉龙集团的刘维 你谁 咱们在这个太子酒店呢 认识 怎的 有事啊 那个卢老板呢 是这么个事 我弟弟刘维带着几个兄弟 去你这个洗冬泰玩来 这边卢欣一看出那行 一会儿我给店里边打个电话 给打个八折 不是 不是打折的事 这个弟弟可能喝点酒 给店里的服务员啊 给打了 一个叫水 什么水蛇姐姐给打了 这他妈白毛鸡一听 给水蛇姐打了 这水蛇姐是我店里的招牌 我这店里边来的客人呢 都是来看水蛇姐姐 你这么扯的吗 啊 现在怎么回事 你们店里的人啊 给我兄弟扣下来 让给拿五百万块钱 我的意思 给你打个电话 把人给放了得了 卢欣当时一听 刘汉你他妈是干啥的 还说让我就放了就放了 你把店里的水蛇姐给打了 你说放就放啊 啊 刘老板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 你打我店里的服务员 你说放就放啊 你咋这么狂呢 那就按店里的规矩办呗 你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用 啊 店里怎么办 那就怎么算吧 不是 你看咱都认识 我打个电话 谁他妈给你认识 啊 行了 按照店里的规矩办 此时的卢欣呢 老傲了 刘汉以为自己背后有高人 可能太早会跟他说过 但是人家白猫鸡 那也呀 背后有高人 而且人家的高人 那是非常牛的 甚至连周公子 他都得罪不起的 所以说 所有白猫鸡那边一听 你他妈给水蛇姐打了 随后把电话打给悟空了 也知道这件事呢 肯定是悟空处理的 悟空那边一起 哎 卢走 这个当时那个 路空啊 以为是卢总给他打电话 说那边真好使 可能啊 告诉不为难刘威 调里边有人闹事啊 哎 是卢总 哎 有几个说是您朋友 不是什么朋友 不是您朋友 啊 不是我朋友 咋个事 这两个小子到这咋子闹事 请水蛇姐给表演 表演完了 脚着不得劲了啊 不给闲 还打水蛇姐 你这么的 教育教育他 让他知道知道我啊 他心动态啊 不是他随便能闹事的地方 让他出点血 但是别打坏了啊 那行 那卢总 那我明白了 这边悟空一挂断电话 悟空嘎嘎一掰手指 这当时这几个人 直接就向悟空跟起来拒冷啊 这小保安呢 这他妈刘维和唐宪兵 廖君还有这个向浩 这几个人还给这瞅着 咋个人啊 挺猛啊 这卢心 他们几个就把这个刘维跟起来 这块干 刘维一般 你要干啥 干啥 啪叉就一下子 这次不管刘维 连他们唐宪兵 廖君向浩 几个人都乃斗了 对着他们几个 那就是一顿胖的我皮鞋 哎 全都干管的 搞不好的 啪啪就是往身上抬 大约打了只有一分钟 哎 身上啊 全他妈出点血 这悟空瞅瞅 我以为你能找到傻眼呢 找人就是为了你多难走 行了 最后吴家 啥时候把钱拿来 啥时候让你们走 这边的刘维瞅瞅 这啥呀 我哥你咋回事 给他哥打个电话 问问说 你看你怎么找完人 到底倒难走呢 这刘维那边 行了 你等着 我要随后 就他妈到这个东莞去 那你看刘维来了 怎么摆着呢 下集跟你讲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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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